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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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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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饼呀,咱们擀的越薄 做出来的小零食吃起来就更加的酥脆 所以擀的越薄越好 全部擀开之后呢,叠在一起 给它切成小块 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小 像视频中这种大小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拿出一个小面剂 先给它对折一下 然后放在板上 像视频里边 切成这种细长的条状 但是上面要注意不要切断 切好之后呢,再给它摊开 然后垂直对折 先找到中间的位置 捏住两头 从中间这边给它翻过来 一个特别好看的小花就做好了 小零食的生坯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可爱 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 一眼就能学会 把剩余的面剂 用同样的方法全都做好 切成这种小花 全都做完以后 在锅里面倒上油 一直把油烧至六成热 把筷子放进去 周围有密密麻麻的气泡出现的时候 这会儿油温就可以了 咱们先把火转于中火 然后把面剂慢慢的放进来 放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一个放 这样不容易粘到一起 这样不容易粘到一起 避免粘连 大概过上一分钟左右 小面剂就会漂浮起来 这会儿咱们就要经常翻动了 使它受热均匀 大概再过一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酥脆 这会儿就可以空油捞出来了 大家在捞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关火 如果关火的话 捞出来的时候 它的表面就会吸上很多油 这样吃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油腻感 口感就不太好了 所以咱们在捞的时候 千万不能关火 最好是选择用大火 捞出来的时候不会粘油 全部做好之后 全部做好之后 控油捞出来 然后把它放进盘子里面 咱们的小零食就做好了 特别的酥脆 用手轻轻一捏就能碎 这个小零食 多吃也不会上火 而且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 家里面有小孩子的 都可以试一试 出锅以后 保证孩子都特别喜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留言收藏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